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看画面 在大动下似乎全球股市都可以 中间一片绿色 这次我们要挑战阿波所说的经济学理论 货币上升和股市上升的逻辑是甚麽 因为投资者要投资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是美国 美国是要美金找数 我们曾经见过欧洲出了量化宽松 欧洲股市上升 欧洲股市上升 但日本又跌香港又跌 2015年年中不是今年 大陆股市上升至5,100元 也没有量化宽松 刚才4万亿都停了 还说要去铲铲铲 刚才接班 欧洲股市上升至5,100元 赚美国 19,500元 杜瓊斯公月平均指数是一个实际数字 股市的水平等于市值已经增加了多少倍 香港只是加权平均指数 只按1974年 到时大家可以查 但现在问题出现了 美国股市上升 美金又升 可否告诉我原因 其他国家又如何 这就是问题所在 其他国家也没有太多跌 因为全世界的经济改变了 我想告诉大家 为何不去深究 日后就会后悔莫及 因为之前看到 无论是股市上升或汇率上升 都发觉是跟一些政策有关系 虽然我们知道 未来大家都很期待 一个完全没有从政经验 可能将美国当是一间公司 上市公司搞的一个新的 以后不要叫美国总统 叫新的CEO 是否用这方法去看 但问题是所有是未做的 市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我们借用刚才所说的原则 因为我们发觉金融海啸之后 发觉所有国家想重新刺激经济 就唯有用政府的能力去做 即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去推动经济上去 所以发觉 每个国家用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 作为市经济首席 政府没有钱 政府的钱是你们的税 所以要做这个动作 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短期繁荣 由开始到现在 大家都认为这些措施是短期性 最多只是说日后增加的债务 就长命债先长命滑 但大家还有一点 我为何要强调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要知道 由这个问题 是当日我们认为金融海啸爆煲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资产值或继续冲上去 而你根本实际上经济没有去到这样的水平之下 就会产生很多房贷泡沫 甚至会令到资产有次级债券 就是把楼按一次不够 还要按多几次 这样出来 还要把这些按揭卖给一些没有能力还钱的人 所以才会导致整个资产泡沫 但以前你认为的歪理 现在你当作是真理吗 那是不可以的 你随便有一个是错的 你不可能全部是对的 他升你当作是好事 我想告诉大家 当日我看到很多量化宽松是罪恶的 市会L型 这一世最多是U型 但U字拉得很长 大陆股市的走势是L 你觉得是很合理的 结果现在出了V字 不止V字或U字 如果大家再看图 其实美股也挺可怕的 因为美股也肯定不是U型 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之前已经升多过金融海啸以后的市 但问题是它过得离谱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何在股市里面 大家可以借助一些事件 去理回市场行为 刚才我们所说 我们怎样找到这个原则 你发觉为何欧洲股市会重新上升 是因为你发觉2015年一年之前 它搞了个量化宽松 你放下去就觉得是对的 为何你见到日经会由8000点上14000 甚至现在去到2万 是因为它有QE不够 还要做QQE 但货币是跌价 你觉得是合理的 但现在美国没有量化宽松 平了两年 加息 还要为何涨 是甚麽原因 现在唯一硬要说 就是搞经济问题 你也要告诉我 你怎样来的 你还记得 早几天我们不停说经济数据时 发觉它离奇升了 全部的经济数据都好了 但大家也要知道 为何解决了金融危机的一些人 到现在 其实大家是没有多谢过它 等于奥巴马 为何大家都觉得它是坏人 因为它解决不了你认为它可以解决的事情 但事关于它拯救了经济危机 但警济危机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用政府的剪去救 所以你发觉现在美国有很多债 结果又是缝联版 8年前 奥巴马上台解决了他们的两宗战争 欧洲、日本、亚洲 欧洲、日本、亚洲 他们那些 我想告诉大家 究竟现在的问题是量化宽松 成功救了市 或是废除量化宽松成功救了市 第二 是哪样 不要笑 你告诉波特 为什么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问题 但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认为现在这个状况是对的话 日后当它跌的时间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都会强调 无论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 亚洲版量化宽 甚至美版量化宽松 大家都要看它的轨迹 做了一次后不可以延续 而且大家记不记得 为什么美国会停止量化宽松 因为量化宽松是分一二三 每两年一次 到最后那次 大家已经看到 它拿出来的钱 就算一样 但刺激效果已经减低 为什么会这样说 如果你明白 看回欧洲就知道 它一直过量化宽松 是今年的三月份加了 才令到它再行 但你看回欧洲股市 第二个就是 放大一点 看不到 因为大家不知道 你以为现在在升 山顶是2015年年头的 不是现在发生 大家要知道 我一度强调 那一段是我们看到 包括欧洲股市和亚洲股市一起升 是国内上5,100元 我想告诉大家 不过美国也是在做日子 因为2015年其实是全球贸易去到最高峰 但刚刚美国到10月31日停摘量化宽松 但当时刀宗还在18,300元 现在19,500元 升多了138点 138点已到达 德国现在在做109,800元 12,000元 还欠2,000元 我们更加丢价 日本也好些 日本上次做22,200年后 现在是18,800元 现在是18,800元 也好些 这是上证最低的 那是死火 上证未有5,200元 死火 现在3,200元 大家未见到金融海啸 那是什么意思呢 很想大家告诉我 为何美国股市继续上升 现在我们见到的新的总统候选人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未开始的 就算他开始叫企业回流 这是先上升的 例如近日 我们试试看他说的 他说要令到很多美国企业回流 回流去美国设厂 我想问大家 是否一定可以 即是要成立美国 就成立美国 这件事不是今天发生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1980年代期间 美国因为日本的贸易大差距 又重新出现一次成立美国企业 电池、电器、所有军工产品、内容品 全部都是给日本 大家记得 只要记得自己回家 看看你家里有多少件电器是日本台子 很容易见到 1950年代 在家里所有电器是美国制造的 但去到70、80年代 就开始看到日本制造 现在回家就看到全部都是大陆制造 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件事 但那些可能仍然是美国企业 只是找一个更加低成本 问题就出现在 即是如果你是一个企业 你会否回流去美国 你便会想 我搬回去 我的竞争优势是否更加高 因为我只要因为我是美国人 我便要有美国心 然后我便会因为这件事而回流过去 大家要知道 在技术上 自从东西德联盟后 大家会看到 欧洲方面给了一个很容易的实例 技术的转移不是有太大难度 只是训练比较短时间 便可以再产生新的熟手技工 德国整个欧洲方面 可以借助这种技术 拉回其他比较低技术的欧盟国家 所以变成大市场 现在美国从重新回来 美国制造的东西是否只卖给美国人 美国是否不卖给其他人 如果不卖给其他人 美国的产品 很多人很好笑 公司搬回美国 有没有想过问题是 弄完东西想卖给谁 只卖给美国人 这并不会刺激到太多的生意 一定是卖给全世界 等于一件事 现在你发现为何苹果的电话 卖到全世界最卖得是多少 每次卖要制造多少 上次最好卖iPhone6 卖了整个亿部电话 这亿部电话是全美国人买的 大部份是在亚洲地区买的 你估计会否一定买 就是因为经过这样的规模生产 苹果一批 iPhone6要一次过出一亿部 他订了多少飞机 一次过空运出 每天要有 但卖6000或8000 当然不只数字 8000元一部 如果以前的技术 真的比美国一组 2万人都买不到 2万人一部 会否有那么多人买 如果要比较 美国要重新美国制造 究竟美国有什么竞争优势 现在有几件事重新发生 为何欧洲会成为一个联盟 欧洲的制造 德国说过工业制造4.0 即是有技术的层次推高 欧盟有能力的 中国制造2025 他也说要把以前是借助的技术 自己的技术去做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比较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再与美国感恩节比较 两个促销状况之下 所产生出来的量有多大 中国制造的很大 但那天做了多少宗金融交易 人们经常说美国经常贸易赤字 那些叫商品贸易赤字 没有计算到美国的服务业贸赤字 你拍《复仇者联盟》也拍了两次 那些是不计算的 所以叫商品贸易回到美国 大家要知道这是否绝对可行 虽然今天给不到答案 但我希望大家 不要认为现在的东西是合理 再来多单金融海啸 有两个时点 大家要注意下星期的议色问题 会否影响到好事 突然有消息 会否突然有个转向 或是特朗普适合1月上场之后 会否因为事实出现又有变化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两个时点 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聊到这里 明天再聊 再见